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从6公尺高的圆球中出场 华丽的舞衣优雅的舞动惊艳全场 84岁的人还能有这样的肢体活力 让人大开眼界 李采勒从小随家人到日本习舞 读到日本舞蹈专科学校毕业 曾经获得日本舞蹈比赛冠军 19岁返回台湾之后 开始她对舞蹈的传承与教学演出无数 从12岁习舞到现在 她仍然每天练舞 教舞 维持体能 这是她和孙子在两厅院同台演出的片段 能和儿孙同台跳舞 是李采儿感到最快乐的时光 不能断 你要享受走什么路 一定要走到 台风来了 风来了都不要怕 因为你想这个理想要追过去 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休息 好像很快乐 你有动的话还是很快乐 因为她是舞痴 所以她是在排练什么 也是会有对自己的要求 因为要做就是做到最好 然后不然的话就是不要练 所以她也是会对自己有严谨 然后会自我要求这样子 在工作上面还是会有她的态度出来 然后如果说私底下 就是亲爱的祖母 然后和爱的祖母这样子 李采儿的舞艺和精神 影响了孩子和孙儿女都爱舞蹈 连练舞的时候公司分明都有家传 时代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边倒也不一样 所以以前我叫她的爸爸 爸爸叫她 她现在叫阿嬷 这样子现在轮流叫 边倒我不要挥脑筋 她爸爸 阿兵 她们边倒 阿嬷开始咯 我就到三楼 她就大家 好严格 现在不一样 不是我叫她们 她们叫我 所以那个快乐 我想世界没有找得到我们家里 这样的充实快乐 献煞其他演出人员 我觉得她那个热情一定是多到你无法想象的 因为从事一个舞蹈表演 或是不管什么表演 你要这么长一段时间 然后到了现在 她还是一样可以站在舞台上前后去表演 我觉得真的是很难 是点让我非常佩服她 乐观开朗的李彩鹅 到现在84岁 舞蹈演讲场 她还是能接就接 绝不亲眼退休 被为国宝 名不虚传 婚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